哈囉 大家好 我是打字迷 今天要來教各位 這個 波動權的特效 好的 那我們首先新增一個 Composition 把它命名為 波動權 然後首先你要有一段 原始的影片 嗯 等一下 我們改設定 Composition的設定 改為 1080x720 我的 我的影片 原始大小就是這麼大 那你們可以 拍 1080p的影片 就拍吧 就用1080p的影片 那選擇 我們 適當的 時間 片段 然後按 Ctrl加Shift加D 把不需要的片段 Delete掉 然後 然後繼續找 結尾 來看一下 從這裡 從這裡 戴上去 插出 波動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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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收回來 收回來就不用了 因為後面是拆戒子 那就到這裡 然後停的話 Ctrl加Shift加D 然後再把後面不要的片段 Delete 那 把工作區域 拉到只有 呃 這 就是 有 有影片的範圍 在這個地方 按右鍵 Trim Come to work area 就是 把它撿到 有 影片的範圍 OK 再縮小一點點 Trim Come to work area 工作區 OK 那我們有了一開始的片段 那我們首先 新增一個 Black solid 黑色的固態層 我想把它命名為21-9 因為這個影片是16-9的 那我們想要製作 21-9 的影片 就用這個固態層 然後 畫出 用這個 Mask工具 Rectangle Tool 工具 畫出一個長方形 然後 在Mask這裡 Invert打勾 那你就會有一個 像是電影的那種外框 那你也可以 就是做適當的 長度 寬度的調整 讓它更像21-9 這樣子 那我一開始 是 把這個 Shape 建立一個 那個 關鍵影格 它原始的樣子 應該是 等一下 我把它拉到這裡來 大約 1秒的地方 那 那 在這裡 建立一個 關鍵影格 按Ctrl加T 變形 原始是這樣子 然後 它 開始移動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變成21-9的樣子 OK OK 那 有些人就是會剛好這樣 拉到這個 這個地方 就是 有做表情的地方 對 對 這樣會比較有 劇情的感覺 好 那接下來 是我們的 波動拳 嗯 先不要做波動拳 先 這樣子 找到 揍出去的地方 哇 好鏘喔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揍出去這一段 我們把它 Ctrl加Shift加D 把它 分割成兩段 這是揍之前 這是揍之後 這是揍之後 OK 卡卡的 我先存檔 揍之前揍之後 那揍之後 我們需要一個特效 叫 Budge 那 在這一個 選擇 Effect 然後 Distort 這裡 有一個 Budge 它就是 讓你的 畫面 有波動的感覺 那 首先 在一開始的地方 Budge 這邊 這邊有一個 Budge Center 不是這個 Horizon 對 就是把這兩個 建立關鍵影格 然後 到適當的地方 應該是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 就要把它們 就是拉大 然後 再回來 跑去哪 我好像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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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縱的地方 Center 要改一下 改到這裡 OK 欸 等一下 一開始 一開始的這個地方 要先是最小的 然後在這裡 所以這樣揍出去的時候 然後 欸 沒有變大 到底是怎樣 Transform Effect Budge 等一下 它沒有給我改 走下去 這裡的地方 這個地方應該都要放大 放大 有沒有 好 然後再下一秒 縮小 縮小 OK 為什麼還是這樣 我要Transform 變大 等我一下 Center不要改 Budge Budge 為什麼這裡的時候沒有變大 然後就突然變大 這是Bug嗎 69 這裡 這樣 這樣 它好煩喔 我剛剛有重疊到 原本是這樣 然後 這裡改 然後 這裡改 然後再讓回來 有了 蹦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太久沒用已經忘記了 咻 大概就好 我們就有了波動權 OK 然後 新增 為什麼 21 9 有兩個 我兩個都Duplicate What 的 算了 先不要理它 我們把我們的波動權放進來 波 動 權 記得 要在影片的上方 這 這裡有一圖 波動權 有沒有 按下P 是 Position 可以移動 它們的位置 Feed 按下P 移動它們的位置 就是 我想要 我想要 這樣子 全Position 到253 然後這樣子 全 有點 長方形 所以 上來一點點沒關係 再來過來一點點 OK 然後我們要 建立一個 3D的 攝影機 然後首先把這 三個 這三個的 3D圖層 都打開 然後 建立 右鍵 建立一個 New Camera 直接按 OK 這裡 Active Camera 這裡旁邊有一個 Two Views Horizonal 那 一開始的話 我們希望 在那個 這個出現的時候 它是 波動權是慢慢跑進來 所以在一開始的地方 Position 它現在是3D的 我們要把 這三個的Position 都加關鍵影格 那一開始的地方 波動權 三個 都在畫面之外 移動這個 Z軸 就可以把它 移到畫面之外 那你看這個 拳太遠了對不對 你也可以移動它的 X軸 把它移到旁邊去 對可以移到旁邊去 OK 那我們需要 一個別的 飛 就是把字 飛到 我們的螢幕這裡 把它設為 0 然後 動 把它設成 0 0 然後 這個 x要回來 x要回來 原本的地方 然後 拳 也要飛回來 原本的地方 x 不是 這個 要飛回來 原本的地方 那它現在 這樣就有了 新的路線 那要往後一點 OK 然後就會有這樣子的效果 波動 拳 太 太慢了 等一下 這個點 然後 把它的x 調過來一點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 調整這個 距離 我們希望是 這樣子 原本都在外面 波動 全 這麼快 就是要這麼快 它飛超級快 再近一點 波動 還是有點慢 再近一點 好 再試一次 波動全 有沒有這樣就夠快了 對不對 好像放太大了 好 基本都有了 波動全 那你們有沒有看到我那個 文字抖抖抖的特效 那個特效就是 呃 在這三個地方 三個position的地方 這個 這個時鐘這裡 按住 鍵盤的alt 加左鍵 你可以 輸入 指令 那這裡要交一個指令 叫wigo vigo的意思就是晃動 晃動 晃動 然後兩個小瓜糊 裡面打 10 小的豆點 20 那 隨便點一個地方 那 你的文字就會晃動了 那 把這個指令 我們 複製 複製 這裡再按一次 貼上 再按其他地方 這裡再按一次 貼上 再按其他地方 那三個字 就會有 晃動的效果 OK 我們要在他 揍出拳 之前 找一個地方 把他們三個 都移到 畫面之外 像這樣子 然後這個 移到外面去 移到外面去 就這樣同時移出去 那 因為要瞬間移出去 所以 這個地方 這個關鍵一個 要複製貼上過來 這個 要複製貼上過來 這個 要複製貼上過來 要複製貼上過來 OK 那他們就會瞬間的飛出去 波動拳 然後就 就飛出去了 OK 那接下來 基本上這裡 就都完成了 那我希望做的就是 在 波動拳 出拳之後 有沒有 出拳之後 這一個片段 加一點 顏色的特效 就是 紅紅的樣子 那就在這裡 Effect Color Correction 這裡 選擇 Curves 好ㄎㄧㄤ喔 為什麼眼睛那麼ㄎㄧㄤ 讓它有一點 亮度 有一點對比 我剛剛講錯了 我不是要在這個地方做 做 做 那個 紅色的特效 我應該要新增一個 New Adjustment Layer 放在它的上面而已 然後 跟它一樣的片段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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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如果我 這裡 Effect Color Correction Curves 把它 Channel 平到 射成紅色的 那它會整個都紅紅的 看一下 怎麼 怎麼紅比較好看 這樣是黃 那 綠色呢 這樣是 好噁心 來點曲線吧 嗯 紫紫的 紅紅的 嗯 OK 差不多是這樣 那 因為 你整個臉都會是紅的 所以我們要 用 在 這個 Adjustment Layer 這裡 做一個 Mask 手可以不用 讓你的身體會是 比較正常的 這裡 Mask 要Invert 然後 要有一點 語化 語化太多了 差不多是這樣子 這樣子 你看起來 就不會這麼的 這麼的紅 對 可是 你蹦出來 拳頭是紅的 OK OK 然後在 原本的地方 感覺很 昏暗對不對 我們也在這裡 做 Color Correction Curve 把它的對比度調高 亮度調高 這樣好暗喔 整個亮度調高就好了 整個亮度調高就好了 不要太誇張 怎麼做都不好看 直接拉 拉高 這裡為什麼會這麼強 哈哈 算了 OK 差不多就是這樣 這裡的時候我覺得要加點東西耶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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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ve 在這裡之後 做一點 嗯 嗯 嗯 Alpha RGB 讓它暗一點好了 就這樣子 在這個地方 OK 從頭 亮的 到這裡變暗 走出去紅的 回來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這樣吧 這個地方已經有 增加亮度了 這樣差不多 OK 那 一個波動圈 跟 咻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在波動圈這個地方 多加一點特效也是可以 像我的話 我是在這裡 新增 Effect 然後 在這裡 輸入 Lens Lens Flare Lens Lens Flare 直接 選起來把它丟進去 有沒有 我丟到那個了 我丟到Mask了 丟到這個 丟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 亮的 亮光 Center 你可以再給它設定一下 Center 設定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你揍下去就會 那因為這個太明顯了 有沒有 你可以加一點模糊的特效 那就在這裡輸入 Fast Blur 這是 快速的模糊 一樣把它丟到這裡 發生什麼事 OK 那就把 模糊 不是 我在幹嘛 不是這裡設Lens Flare 是在Adjustment Layer這裡設Lens 對 不對 是新增一個固態層 然後 把這裡 命名為光線 在這裡 新增 Lens Flare 跟那個 Blur 把Blur調高 然後把 Flare Flare調成這一種 然後 輸入 Tint Tint 讓它變成黑白的 在它 Lens Flare之上 然後 把 這裡的 這個 圖層 改成 Add 那 它就會 加到這個上面 那只有在 出全之後才發亮 所以我們要Ctrl 加Shift 加D 把這裡delete掉 就 Due 到這裡 這裡選擇T Opacity 開一個 關鍵一個 往前一點 然後 原本的地方設成0 然後就咻 好吧 不要這麼快 慢一點 咻 差不多是這樣子 嗯 丟出去了 好 差不多是這樣 咻 OK 然後這就會是 我們的成品 Bew 不懂全 以上 是我們今天的教學 那如果 你需要一些音效 可以 直接在這裡上 也可以在 那個 我是用威力導演的15上 看一下 波動全的專案 波動全的專案 波波波波波波動全的專案 這裡 等它輸入進去 嗯 不給我輸入進去 波動拳的專案 OK 進來了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樣子的呈現結果 這裡是緊張氣氛的特效 這裡是波動拳 我用杜比環繞音效 DUN DUN OK 這就是會 然後這個 字 每個字出現的時候 都有一個 DUN DUN 的聲音 OK 這樣就是一個 完成品 那以上就是 今天的教學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也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 掰掰 掰掰 拜拜